就把它放在第一欄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個欄位名稱錢瓜糊 那就是fine函數去找 它有兩個參數嘛 所以你可以按插入函數裡面都12 這個空架就可以了 做出來就這樣子 所以慢慢習慣喔 你可以 怎麼樣呢 從這邊 做完之後的結果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啦 你打這個也OK 可是一般還是習慣什麼 直接 從那個視窗裡面填 有點像填空題會比較簡單一些 而且 他會給你一些提示 那找前瓜糊 找後瓜糊 然後再把它做切割 那如果說有錯誤訊息的話 用fine把它做什麼呢 做那個去除 所以密的這個 密的這個其實是 一樣是a2 然後呢 從那個什麼呢 從前瓜糊位置再加1 那幾個字呢 就是後瓜位置剪掉 前瓜位置再減1 會多一個字串 那剪完之後呢 就會最後的結果 但是如果裡面沒有瓜糊 他就value錯誤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value錯誤的話 很簡單 就是利用什麼ifl 有沒有 把它稍微過濾一下 就是把這個東西給他 他幫你判斷裡面是不是一個value的錯誤 是的話呢 把它變成沒有 所以他其實就是幫你判斷如果 ifl是不是錯誤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幫你做這件事情 那不是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保留原來的東西 所以他不是錯誤 過來還是一樣 不會有影響 那可是問題呢 我們是分成四個步驟 分別完成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一次就完成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呢 基本上呢 就要把這一串公司打上去 你會發現 哇 這麼長一串if mid 然後fine 那這麼長一串 不過呢 特別注意 我想 甚至有人 這邊給你公司 從頭打到尾不見得正確 之前有同學真的很認真 從頭打到尾還是錯 錯哪裡 其實說真的 你叫我看 我還是要看很久 而且我基本上呢 我不是從頭打到尾的 我不可能 我覺得你從頭打到尾可能也會正確 但是很容易就發生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基本上 教過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 用 怎麼樣呢 把部分的公式 加到 公式的裡面 反正就公式在串公式 你可以分好幾個階段 就像後面的方式一樣 你不需要一次就做完 你可以分 分兩次 分三次 再把它做出來 那可是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做 會是比較好的策略呢 其實這也是我自己想出來一個一套方法 因為以前也是跟各位一樣 從頭打到尾 一直錯 一直錯 錯哪裡錯 不知道 就一直鬼打牆 怎麼辦呢 後來想了一個簡單的 比較好的方法 所以 學習 我想你要找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也是各位去資料室 但是不見得 一定要完完全全照我的方式 也許你可以自己想一個方法 可以避免錯誤 那就是好方法 那我是提供給各位一些比較簡單 我自己的心得 那我的心得是 一 我會先把 錢觀察福這個公式怎麼樣 先把它 複製起來 複製的時候不包含等號 那為什麼要複製它呢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複製好不好 那不包含等號 取消一下 記得取消 切到這邊來 那因為我在插入那個fine函數之後 我們會用一個叫什麼 那個middle函數 所以呢 我在這邊的話用middle函數 然後把什麼呢 把fine函數放進來 所以我要找什麼呢 找這個錢瓜 找這個 Test 是找資料 從哪個字開始呢 從 錢瓜湖的位置加1 所以我剛剛是把錢瓜湖的公式有沒有 把它複製了 貼上來 後面加1就好了 剛剛不是也是一樣 錢瓜湖的位置加1 所以這個公式意思就是錢瓜湖的位置 加1 那幾個字呢 貼上之後的話呢 後瓜湖的位置 所以這邊你貼上之後可以把它改成後瓜湖 然後你看 減掉 再貼一次 減掉 錢瓜湖的位置 多1-1不就好了 實際上我們只是把剛剛的動作 再做過一遍 對 但是做不是用選儲存格 是什麼 把公式帶進來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大概已經做到什麼 這邊了嘛 最後還有一個步驟就是怎麼樣 我們需要把錯誤給 去除掉 最後去除要怎麼去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把這個公式 減下來 因為我要在外面再包一個ifl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的習慣是 不減到 就是減下的時候不要選到等號 減下來 好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 ifl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貼到哪裡呢 貼到value 那剛剛是指這個儲存格 裡面知道現在是用貼的 你會發現這一串就上來了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這一串如果裡面 的結果是錯誤 那我就給他一個空的 反之就 原來正常的情況按確定 OK然後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 其實後面這些呢 你就可以把它隱藏起來了 不需要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那就完成我們要的 這個結果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從剛剛的第1個 1234 變成一次 那一次怎麼做出來 其實我再把重點提 我先把這個裡面的fine函數先複製 複製的技巧特別重要 不要複製到等號 因為等號不是我們要的 複製哪裏呢 複製這一塊就可以 再取消 再插入一個mid middle函數 然後再插入一個ifl就完成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151的這個瓜虎字串的 這個 利用 三個函數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函數 一個公式 整個意思串在一起